朗世宁 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年7月19日出生在米兰 19岁进入了热纳亚耶稣会 那时欧洲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极为向往 年幅若冠的朗世宁请求派他到中国 经马国贤推荐 27岁的朗世宁在1715年 以传教士的身份远舍重阳来到中国 当时61岁的康熙酷爱艺术与科学 虽然不赞成朗世宁所信仰的宗教 却把他当作一位艺术家看待 立刻招其入宫进入儒艺馆 使其成为清代宫廷十大画家之一 从此开始了他历经康庸前三朝 长达半个世纪的宫廷画家生涯 极大的影响了清代宫廷绘画和审美趣味 在绘画制作中 朗世宁容中西技法于一体 形成精细逼真的效果 创造出了新的画风 因而深受康熙雍正乾隆的器重 朗世宁的画作 题材由皇帝指定 必须遵守作画前绘制稿本 皇帝预批后再照样准化的清宫绘画制度 目前保留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 朗世宁百郡图稿本就说明了这一点 172年雍正即位 传教士接风厄运 唯有在宫廷服务的教士受到特殊礼遇 向中国的皇帝和宫廷画家展示了欧洲明暗绘法的魅力 雍正元年 朗世宁又相继创作了聚锐图 松县英之图 百郡图等幅画 显示出他坚实的写实功底 体现了他早期绘画的特色和风貌 具有浓厚鲜明的欧洲绘画风格和情调 乾隆皇帝雅号书画诗文 在位期间重视宫廷绘画的发展 所以从康熙时就入宫的朗世宁 仍然得到重应 成为宫廷画家中的佼佼者 继位后的乾隆皇帝 多次赏赐金银和实物 奖励宫廷画家 总也少不了朗世宁的份 与宫廷画家中的元老 冷维 唐代等人 待遇相同 清代第一套战图 平定怀部 回部战图 共十六幅 是朗世宁奉命 与其他西洋传教士画家共同完成的 他描绘了清兵 平定西北战士的主要战线 及其始末 是一套有关战史的组画 按照他的建议 图稿分批 寄往法国巴黎 聘请著名的雕刻家 李八 刻成铜板画 亚印 二百份 寄回内庭 这套具有浓厚的西洋风味的铜板组画 成为中外博物馆的珍藏品 除了画作之外 朗世宁还于乾隆十二年 即1747年 参与了圆明园 长春园 欧洲式建筑 俗称西洋楼的设计和施工 当时乾隆 要修建圆明园为下工 朗世宁秉指设计徒责 大约就在朗世宁 为修建长春园工作期间 他一度担任过 掌管国家园林工作的 奉陈院院清的职务 官籍为正三品 相当于今天的正部级高干 1766年7月16日 只差三天 就78岁的朗世宁 在北京逝世 乾隆皇帝对于朗世宁的去世 甚为关切 特地下职 为其料理丧事 为他举办了一场隆重的葬礼 并亲自为他撰写了墓志明 他的墓碑上刻着皇帝旨遇 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初十日奉旨 西洋人朗世宁 自康熙年间入职内庭 颇祝秦慎 曾赏给三品鼎带 今患病客室 念其行走年久 耻尽八旬 祝赵代尽贤之列 加恩给予侍郎贤 并赏给内务符 饮三百两料理丧事 以事优许 钦此 墓碑的正中 下方为汉字 耶稣会是朗公之墓 左边为拉丁文的墓志 最后还要提一点 雍正初年 恰逢难得一见的丰收年景 雍正文报各处粮食丰收大约 便令大学士张廷玉传旨 让宫廷御用画师朗世宁 做锐古图 图中五岁分别象征 国泰民安 嘉禾 叶顺 人兴 此画 现在成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 镇馆之宝 2006年 以科罗版传统复制技艺 复制的此画 真丝锦囊包装 盛装于黄龙锦筒内 作为国礼 赠送给意大利驻华大使 而我则有幸在场做了见证人 感谢观看